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面前Joanna竟然会害羞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台湾就是传统记者会通常都是需要有一个很难忘的点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难忘了 就是一个非常的很不现实的刚刚一个情景这样子 其实真的很像好像在做梦 怎么会自己也出现在恐怕恐怕的广告内这样的感觉 笑颜仿佛自己也出现在恐怕恐怕广告当中 而个性较为洋派作风的Joanna 其实对中医一点也不排斥 其实我还蛮心中医 就是我是真的有用 对我来说真的是有差 那我觉得就是 她没有说西医是那么就是说 一定有病出来去改善症状 而是说她就是改体制 三月底开始Joanna即将展开巡回音乐会 被问到演唱会嘉宾会不会请到爸爸来站台 一向直言的她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也表示自己不是靠亲情牌博取媒体版面的人 因为这样对家人很不尊重 我觉得家庭跟亲情是一个很真实很可贵的东西 那我觉得因为媒体那我觉得 在媒体上有时候你必须要演出一个什么样子的 那她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真实 那对我来说其实那是一种不尊重 对于亲情的一个不尊重 所以我是不喜欢这样子